被捕的前中情局僱員,現年67歲,姓名易欽馬玉清,在夏威夷坦香山居住。 他在60年代尾由香港移居美國,80年代在中情局工作,之後離開, 在中國住過5年,從事出入口生意,2000年回美國, 04年在擔任聯邦調查局中文語言學合約員工。 他曾被中情局派駐東亞和太平洋地區,期間曾擁有最高機密權限,可以接觸美國機密國防資料。 馬玉清在上週五被捕,被控從事間諜活動罪。 美國司法部週一公布的控罪書,說他連同一個曾在中情局工作的親人, 01年開始向中國的情報官員提供中情局人員和機密行動等資料,得到5萬美元報酬。 馬玉清06年為聯邦調查局工作期間,將5個中方懷疑的美國間諜相片交給親人辨認。 他的親人認出其中2人,馬玉清的太太也曾去過上海, 將一部手提電腦交給中方情報官員。 馬玉清也多次將聯邦調查局派給他翻譯的機密文件, 以數碼相機或影印機記錄,或將文件由聯邦調查局轉移到自己辦公室。 他曾幾次前往香港和中國國安部官員會面,其中一次是在01年3月, 當時他和親人在香港一間酒店房和至少5個國安部人員會面, 向中方透露大量美國高度機密國防資料。 聯邦調查局去年派臥底假扮中國情報官員接觸馬玉清, 或想了解中方對他的待遇和給他多少報酬。 期間曾經出示他和親人和中方情報官員會面的片段, 令馬玉清相信臥底是中方官員。 他們之後曾經兩次會面,臥底每次都給他2,000美元, 說是為中國政府工作的報酬, 和自己的僱主搭借馬玉清協助。 他們最後一次會面是在今月中, 當時馬玉清說希望祖國成功, 期望新冠肺炎疫情之後, 可以商討是否擔任中國政府顧問。 而美國當局沒有公開馬玉清同謀親人的身份, 控罪書說他已經患上嚴重認知障礙疾病, 因此不會向他發出拘捕令。 馬玉清曾經透露中方因為這位親人, 所以主動接觸他, 而親人是一個反中共組織的成員。 東網記者在隨機發表中 東網想你看計劃回來了, 今次新增了賺分任務, 每日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, 一邊看新聞,一邊賺到更多OM.cc coins, 換取豐富獎賞。 想知有什麼可以換? 按進來兌換禮物, 入貨價一次過看完。 選好深水禮品之後, 可以選擇郵寄或自行領取。 換了禮物, 何時到期又不記得? 按進來戶口紀錄, 隨時隨地查閱積分紀錄, 看到你已經兌換禮物和領取詳情, 那就萬無一失了。 快點下載東網APP, 得入相機看這顆金幣仔, 登記成為東網會員, 就可以看新聞, 贏獎賞啦!